早晨,大家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二,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主持道心,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 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 今天是星期一,多谢各位 本节目提供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 不作为任何买卖建议,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自负 好了,又一个礼拜了,今天又在YouTube里面和大家见面 希望更多的新读者或者新听众 应该说,有兴趣的,记得也想在星期二至星期六都听到道心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Patreon的 我们逢星期一都会摆出来,就会和大家讲讲一个礼拜的 1UP市场的走势和后向 希望大家如果有些什么想再更新一些 当然可以在道心炒股Facebook里面去看的 今天讲讲了,美国股票就在上个礼拜就回落的 上个礼拜就终止了整个礼拜的走势 只望今个礼拜的市场,当然就重要数据有些什么呢 周五就是星期五,公布的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会是重中之重的 回顾上个礼拜,美国股票在上个礼拜五显着下跌 令到整个礼拜的市场就向下 标普就收市部4108,4108点 按周就跌1.2% 美国股市可能再现下跌浪 这个专家都会有点担心 那待会会再详细分析 那在这个反弹的升市看来 那有点担心 那些专家都怕是熊市反弹 因为那个 其实我都跟大家讲过 那些成交不是那么足 那也都有一点虚虚的 那情况不是那么理想的 那至于今天礼拜呢 那当然CPI数据也就是重中之重 因为如果一旦那个这个数据就不是那么好的话 市场的情绪就会 那即刻整个小时就转到再度悲观的 那将会就再重新就跌过的 那市场估计五月的CPI按年就升8.3% 那和四月就差不多 那核心CPI按年就升了5.9% 连续第三个月就会回落的了 那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符合预期的话 投资情绪就会转街了 那当然有助这个美股抵升了 那但是万一有什么差池的话 那立刻那个投资情绪就会倒转了 那当然就影响这个CPI呢 那那个油价 那油价冲击也是有影响 而且车价和食品的成本上升 那都影响了数据 那这个所谓数据如果攀升 那那个预期的收紧那个货币政策 就继续升温的了 那对后市也是负面影响的 那除了这个通胀数据之外 那这个高位通胀的即使通胀在高位回落呢 那但是减速缓慢同样都是不利后市 那其实就是 就算通胀回落 那那个回落得慢都已经死了 那所以死不死呢 那当然也都有专家也都估计呢 那如果标普跌穿这个4073点的话呢 那后市可以看3880点 3880点 这个就叫做T3拉 T3Live.com的这个合伙人估计的 那第二个焦点呢 就会是欧洲央行 今个礼拜那个议息会议的 那全球央行开始加息应对高通胀的知识呢 那欧洲央行也都落后于形势 那是不死的 那市场预期呢 那欧洲央行今次的会议 才清楚表明第三季开始加息的决心 那第三个焦点就是油价走势 那时候出口国组织和盟友这个OPEC 就加快了增产 那但是油价仍然是攀升的 那布兰德的油价呢 已经是升了120美元的了 那市场揣差就说 那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和沙地 这个阿拉伯王储 这个会否落实会面后果又会如何呢 那这个也是市场关注的 第四个焦点呢 就是这个南 美国南手的业绩的预警 那因为南手业绩呢 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微软上个礼拜 就已经调低了业绩的预测 那而Salesforce也都调了的 那这个低收入的预测 这有关因素影响 那今天礼拜那个市况呢 那今个礼拜公布业绩蓝筹就不多的 那那金布汤呢 金布汤也是今个礼拜会公布的 所以大家也都看看这些 这样的蓝筹业绩那个消息 要欠佳之下呢 那市场如果下调了他们的估值 那对后市都会有负面影响的 那刚才说了 那如果美国美股呢 那有些什么反弦势条已经暂停了 所以专家呢 看今个礼拜都是麻烦一点点了 那因为那个重大考验 那如果公布通证数据呢 就不确认这个通证见顶 那联储局加息部分 就会保持增速 那大市可能重新就会再跌过了 那回顾这个美股呢 那上个礼拜表现呢 三大指数下 都下滑呢 结束了一个礼拜 整个礼拜之前 那之前升过的市况呢 那那跟五月低位相比呢 那标普就升了5% 那标普就升了5% 顶顶征兆之后 那九月可能暂停加息 不过他相信呢 有加看法呢 就正面对挑战 因为呢 那多名的联储局官员 在上个礼拜先后 表示九月不大可能暂停加息 只是加息0.25厘或0.5厘的选择 那所以这个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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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认为这个数据呢 就公布前 美股可能会 在乘幅徘徘徘徊先 那麽呢 而 那麽呢 那麽呢 另外,National Securities投资总监Arts说,市场普遍预期通胀已经见顶,但如果CPI数据确定不是,大市就会作出相对的回应 另外,Kingsville 基金经理Paul 说,看法CPI数据比较预期高 联储公将其未有其他选择,只要强调这个年予一些越下的时间期时间持续加息,甚至ijing.75%令股市会受到了终结 这 borrowed Labor Party chains,上週刘持 Esperance keyMIS comes from European Ne trader, 联储局倘若表明进取的加息,将会进一步打击市场乐观的情绪 另外,LPL Financial策略师Jeff说,虽然标普今年雷跌14% 但现时水平相当于18.7倍的预期视频率 根据通胀情况,有关水平属于偏高,所以还有下跌空间 可以认为美国通胀今年底将会回落,企业业绩亦整体良好 标普年底目标为4800-4900 因此上周五周市点数价仍有16%上升空间 摩根士丹的看法较悲观,认为近期美股只是雄市反弹 标普今年底跌至3400点 好,专家说完之后,我们谈谈杜森对美股的看法 美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前周升了5天 升了5天,升了5天,升了5天 升了5天,升了上升,最高当时是33213点 就是这个杜森指数的,这个杜森指数的,这个杜森指数332点 接着连续上周四个加力,就咬住,又在杜森一直弄了一条上升通道那里,一直咬住 其实 era很高,而且仍然不减ить 跟周四 ago baile 还有高了3232 48 再高过 y bourbon 背上了第三框,跌了几十点 又又足够 跟周五,假承地上升了9 A Station 又银别了这个上升轨,咬来咬去黏着,其实呢,最多今天星期呢,都是3300-3300,在那里浮浮沉沉可能,咬多两转都不顶过那个上升轨,但是星期五CPI如果公布呢,那大家看着啦,如果风吹草动呢,那市场呢,通常呢,一倒转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啦, 那待会稳别这条线的时候呢,那个跌幅就会放大的,那一放大下去呢,那真的不是惹小的,那所以,记住上一次低位多少呢,上一次低位呢,就是今转的低位是5月20号嘛,30635啊,30635,那如果下回去的时候呢,那就是做了,在上面做了个顶,那稳别那个上升轨呢, 下回到这个30635呢,那就不是下去做商底那么简单的,那就是破底的,破底的,破底的,我都说过了,破底是麻烦的,破底又去分我的目标价29000啊,28000多那些位的税,这个大家要留意啦,那当然啦,戴下头盔, 那如果有力的,大成交的,那这样的,那是灵界啦,那但是我自己看呢,上去,暂时来说,那可能做高台坐下来呢,那机会大一点,那所以,看着个礼拜五那个CPI,那可能短期内都是, 嗯,在那ola台 tudo自己看呢,那那厘度不会合理之後,那侏得一天升一天升一interest一天升弄住,那这样的上升轨� possessed连续时就, 那这样的上升轨厅储存,那 暂时看着形势和市场趋向 标普的标普最多都是4177.51 星期四做过而已 似乎4200有非常大阻力 破不了4200的 继续都是向下的机会稍大 所以这个前顶目标要破和大成交 那纳指是最弱的了 纳指这一转反弹连50%都能够到38.2%的反弹 那去到最高上周呢 12320点 这个50天线有明显阻力 所以这个呢 那今个礼拜呢 大家就看着了 如果继续都是弹不起的话呢 这个继续堆下去呢 都形势不妙的 那因为它是三个指数里面呢 就最弱的一只 那所以就看着前底了 那大家就留意了 那香港呢 那个期指呢 周四呢 那个收市呢 就报21257的 就是21257 那offs 那umi 就是2182的 那那我当时呢 六十白一 glo 那刚才是星期四呢 那当日就跌了212个 那那今个礼拜呢 那今天来讲呢 呢 那今个礼拜呢 那今个礼拜呢 呢 那是一个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今天看著 後市其實不外乎是兩種格局 我自己會這樣看 一種是上川日的過計期指 前頂是5月31號 21415 21415 上川21415 第二關是21900 21900 這個可能是這個短期的頂 不到22000 我估計是21900 接著回到2010.9 或者穿一穿20,000 這個就是Ocean 1 第二個可能上不到21900 基本上上不到這個頂 下跌不下去 可能差一點點 可能21400 以下人指暴 接著回到2010.9 甚至下跌下 跌低於19900 還是19800 留意中間的分水 就是6800 又是6800 什麼6800 我經常說 這次是226800 那你減2000 206800 看看中間的分水位 看看有沒有支持 可能21400 到不到上去做個雙頂 21300多 接著回到206800 再看看有沒有支持 就一直下跌下去 19900多 或者205.5 這個就是 可能AB option 就是一個可以穿到21415 再在21900做頂 才跌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就是 那個已經見到頂了 可能今天再做一做個雙頂 那可能呢 HIGH上去 或者不HIGH上去 那已經是 達到這個 19200 你頭當到2010點 先吧 達到2010點 那中間可能停一停 206800 那這個就是 兩個安全帳 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呢 那你說 咦都要點點這個回 那其實呢 6月份呢 還未到發工的時間 那7月反而我看好一點點 7月會看好一點點 6月仍然都要跟你升 講幾多一轉呢 那最後之後才可以出生的 那就是港股 那港股暫時比美股 形勢好一點點 那也都很多不同的股份 其實呢 已經見了底的 見了短底的 那你見 一級級上樓梯 那也都 車股是其中一類 那或者那些 那些煤股都是呢 那所以這個 相對在不同的板塊裡面呢 就已經見了底 就是一級級上樓梯 那當然也都有一些 那些 有些不同的股份 也都是蠢蠢欲動 那些牌好像就炒股票呢 那 好像就比指數好 好像好炒一點點 那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那些落後板塊已經是上樓梯 而一級級呢 可能一個 可能下面做一個箱底 那跟著呢 就一路沒有上來之餘 那高位不要追啦 那慢慢地呢 等它就回回一點點的時候 就跌不 跌不到一個 做第三個腳的時候 可能再跌不回那個箱底的 底位的話呢 那一路再做第三個腳的時候呢 那可能就 這個第三個腳的腳板 可能是 那也都是來著一個 一個叫做小人春 那是一個 挺好的一個入市位來的 那不同板塊之中呢 那我繼續 仍然都是看好車股啦 那 煤礦股啦 那 還有這個手機設備股 那就是 不外乎的175 238 217 這三隻 但是就 521升上來的啦 那如果 有貨的 那就繼續 維持住 每天看看 如果 三年中 沒有跌破 昨天的低位 那就繼續維持住 那一直維持住 那如果 有的 那就看著 那暫時 就可能 要 要收工啦 那當然就 看著大市 也有時候也會有影響那個股票的 那就是 零買當頭起啦 那當然 那一隻都 之前教過大家啦 那看著 那有時候我也都會 推子賺呢 會用些什麼呢 那 可以 就 用一個叫做 5MA 日線的話 5MA 推著 10或20MA 那大家也可以 就是 各種方法都可以的 其實 推子賺 那看自己是不是 心滿意 有時候我用這些 5MA 推 20MA 都有 但是 一跌了下去的時候 那就只賺啦 那就開心 但是 如果一 反翻上去 做回揚足 成交又大了 那我又馬上進回 那繼續呢 那麼 推來推去 都可以推上去 那這個就 看一下 大家視乎 各個人的 那個叫做 那個 那個胃口 那打算做多少 那如果 一直這樣 那現在暫時看 那 一路升上 那當然 排隊一轉勢的時候 可能又做第三個腳 那可能深一點 那 再籌備下一轉呢 如果真的有回到的話 那 剛才這幾隻 都是 可以值得低位再撩的 那 那暫時對而說 都是一些國賊 因為 那 全部這幾隻都是一些國賊 那當然 這個238以前不是國賊的 那因為 之前跌得太殘了 那些基金 要洗就洗了 那跟著重新部署 那這個 這個手機設備股 始終都是一個 比較來講 一個重要的版塊來的 那最後一單 美國商務部 就研究 取消這個部分 中國的那個 中國貨關稅 部分 那 這個 總統拜登 已經要求他 團隊 評估放寬部分 中國貨品的 關稅可能性 都說 他是中國的朋友 我們的拜登 對不對 現在對高通脹 那當然 當然 純粹推周 那這個 那如果 很快地去落實的話 那這邊呢 聖上又 經常都不見了人呢 那可能 Tommy說得對 真的被人這個 軟禁了都不定 那這個 深層政府 搞得獲足 在上海 是吧 開回來 都未必會馬上可以 總之都是 麻煩多多 那所以 這個如果 能夠去 刺激到 這個禮拜 看著 是不是真的 取消部分 中國的關稅 那這個 如果是的話 就馬上 會有口急性 所以 密切留意 最流行的 從早 9點幾 那些 9點幾 公佈 那些 下午的時段 又或者 林州市 什麼鬼數時間 雖然他們 夾好 腳趁 劇 所以 那這個 當然 有人 我擅持 雞頭 這個 雷蒙多青 相信 全球晶片短圈 是 將持續 2024 它不同 以及 拜登1.90萬億美元 那個 刺激經濟 計劃 是導致 通証上升原因 那 所以呢 所以暫時看看究竟研究取消通脹壓力的中國貨的關稅部分 以及到時取消的部分,究竟部分是多少呢? 當然是否有消息都會急性的 今天大致上有這麼多消息,還有不同的分析,大家看著 最重要是說回星期五的重要數據公佈 大家看著CPI OK,大致這麼多,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星期二日報和星期二新聞集團 做齊六部曲,還有有什麼更新的 當然可以看杜森炒股,參加我們來Patreon 多謝各位,拜拜!